纽西兰总理Jack & Darden最近频频收获国际赞誉。 大家都胜赞,什么凯模领导人啊,应该拿诺贝尔奖啊。 然而,就在你以为,这个夸夸群该散了的时候, Jasind又默默做了一件事,引发了新一轮称赞。 原来是,Jasind在奥克兰Ponsonby逛Countdown超市的时候, 帮一位带住两个小朋友的妈妈付了钱。 话说这超市,本边也经常逛的。 当时的情况是,Jasind正默默地在收银那排队, 结果排在她前面的一位女顾客, 在付款时才发现自己忘带钱包了。 而她带的两个孩子,又在一旁哭闹。 怎么办? 带住孩子黯然退出排队。 把商品一渐渐退回去。 那不知又得花多长时间? 情景配图。 就在这位妈妈尴尬而不知所措的时候, 背后一个亲切的声音响起。 我来买单吧。 回头一看。 竟然是总理Jaggy Norton,总理自己逛超市。 总理还说要给自己买单。 就在这位妈妈震惊的时候。 Jasind迅速买了单。 然后就默默离开了。 其实这事本来没多少人知道的。 直到这位妈妈的朋友, 在Twitter上无意间提起了这事。 好像我们爱他还爱得不够一样。 我一朋友去超市时忘带钱包。 两个孩子又在哭闹。 结果Jasind帮他结的账。 啊! 随后,这位妈妈也在Facebook上发了贴。 写道,就在你觉得Jasind不会再更可爱、更新鸣的时候。 他帮你结了账。 之后,媒体也专门跑去找Jasind证实这事。 当时Jasind正在汉密尔顿参加一个会议。 结果记者们纷纷问他, 是不是帮人付钱了? Jasind笑了说。 是。 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对方是个妈妈啊。 就这么简单。 之后这事就被国外好多媒体转载报到了。 澳洲悉尼城报。 英国独立报。 美日游报。 派悟室报。 不过。 当本地人看到这个新闻, 却没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一点不惊讶。 很多其他的名人也都这么做啊。 我们当中, 很多人也会这么做。 看到这种正能量的文章倒不错。 无论是总理还是其他人我喜欢Jasind的这个人。 但觉得他如果看到这事闹这么大会挺尴尬的。 任何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都应该力所能及的做好事。 有一次Billy English前总理还帮我妻子把婴儿车放进车后备箱呢。 当时, 我妻子忙着看, 孩子, 很明显他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公关机会。 因为我妻子就直接跟他道了个谢而已。 说实话, 在纽西兰, 平常碰到个什么领导人, 有一点亲密接触。 太正常不过了。 纽西兰网友经常都在论坛上分享自己壮到名人的经历。 Winston纽西兰政坛长青树, 现任副总理曾经停下来接我搭过便车, 还给了我其支烟。 哈哈。 我在Nuwar超市碰到过Claric Curran一位纽西兰政治人物, 之后同一天又在Georgias上碰到了Michael Woodhouse前移民部长, 就算遇到不喜欢的人。 但我还是觉得, 在纽西兰你可以在购物或者买咖啡的时候, 随便碰到国会议员, 然后聊上两句, 这真的挺不错的。 而且也没人把领导人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此前在一次采访中, 总理Justine的也透露过一次经历, 自己在K-Mart逛的时候, 碰到一名女性上下打量了她。 只说了一句话, 在K-Mart买东西。 行啊你。 嗯。 纽西兰人对自己的领导人, 就是这么随意。 能跟你大声招呼, 都还算是好的了。 还有直接打你一拳的。 上个月, 纽西兰执政党之一的绿党党魁JM梢, 就在惠灵顿走路上班的途中, 被人打了一拳。 是的, 一个执政党之主, 唐唐国会议员, 走路上班, 没有专车, 连个保镖都没有。 据说, 当时, 袭击者是先抓住了JM Shao, 然后用拳头击中了他的面部, 直接把James眼睛都打清了。 James Shao被打地点, 之后还是一名路人甲上前来帮他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 对Shaw进行检视, 判断其情况OK于是, James Shao竟然还继续前往国会上班了, 接受采访也只能污清住眼睛, 媒体不给他隐藏惨象的机会。 当然, James Shao也不是第一次在纽西兰遭遇袭击的政客了。 2004年, 在怀唐一毛利会堂Tata的纪念活动上, 当时的国家党党魁Umbresh被一名年轻的抗议者, 丢了一身污泥被砸后的Umbresh还苦笑住感叹, 砸得真准啊。 还有2014年, 全行动党党魁Umbanks在出庭路上, 被不满其言论者泼了一身泥。 而最惊世骇俗的袭击, 还要数2016年那次驾叮叮砸脸事件了。 2016年, 怀唐一协议抗议者Josey Butler一边大喊住, 谢谢你详兼我们的主权。 一边将粉色的假洋剧, 砸向时任经济发展部长Steven Joyce的脸。 而这一切都被直播摄像机, 全部公之于众。 简直了。 在纽西兰当官。 不要念子的啊。 打都敢打你。 就别说骂你了。 此前流传甚广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在从奥克兰到惠灵顿的民航飞机上, 看到了和老百姓一样对号入座的时任总理, 号称账单哥的Bill English, 直接吐槽他穷X。 账单哥之前的纽西兰总理Jogin的待遇也没好到哪儿去。 去吃饭。 也要和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的等位。 被小朋友捏脸。 也只能老老实实还是选择原谅他。 被拍出这样的表情包, 也只能微笑面对。 最出名的有关纽西兰总理的一体事件是, 2004年。 因为时任纽西兰总理的海伦克拉克, 要赶飞机去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开幕式。 他的车队选择了超速驾驶。 在一个半小时内, 及时200多公里, 并被一名普通警察抓获后起诉到法院。 随后, 纽西兰媒体紧追不放的每天进行报道。 前后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民众也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 海伦克拉克的公信力, 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堂堂一国总理当成这样。 真是心酸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样的公开、 透明、 平等, 不畏权势, 无视等级之分, 可能也是很多人。 喜爱纽西兰的原因之一吧。